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比较长 并不是篇幅长 而是故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 有多长呢 答案是600多年 这到底是个什么故事呢 这就是一座金字塔的修建故事 故事发生在5000年前 那时候的中国人还处于部落时代 而在遥远的埃及 他们已经进入了奴隶时代 当时的埃及国王非常害怕死亡 他觉得自己死后就不能做国王了 对此这位国王十分的苦劳 整天都愁眉苦脸的 总是在想 自己到底要怎样做 才能在死去后依旧做国王呢 这时候 一位大臣出现了 他告诉国王 我王 我有办法解除你的烦恼 国王十分高兴 催促大臣赶紧说出办法 并且许诺说 你的办法要真的管用 我就封你做成像 大臣一天有大官做 乐得何不拢嘴 很快就说出了办法 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难道就是修一座金字塔吗 可没这么简单 大臣说 我听说 遥远的苏米尔人 有一种葬礼 可以让死去的人 依旧享受 生前的待遇 生前是国王 死后依然是国王 国王和我们一样好奇 赶紧追问了办法 而大臣只说了四个字 豪华木造 国王立刻有了主意 他知道 自己觉得是豪华的木造 并不一定就是豪华木造 于是立刻下令官员去查 什么样的木造 才是最豪华的 得到秘密的官员 可犯了难 豪华木造 不就是多用点 值钱的陪葬品 具体要说 怎样才是最豪华 这还真无从差起 好在这位官员 很快就打听到 说是国王建造最豪华木造的人 就是财生职的新任丞相大人 为了完成国王交代的任务 官员拉了一大车的珠宝 就去拜访了这位丞相 新任的丞相是个贪财的家伙 一见到珠宝 就把什么是最豪华的木造 告诉了他 原来在苏美尔 最豪华的木造 就是把自己造在神庙里 这位官员赶紧向国王赴命 然而国王并没有听官员的汇报 只是坐在王座上说 你既然已经知道 什么是最豪华的木造了 那你就去负责修建一座 这样的木造吧 官员只好领命 开始为国王修建木造 他找来了一万多名奴隶 吩咐他们 修了一个巨大的长方体的巨石盒子 用今天的话讲 看起来就像个巨大的石头凳子 其实奴隶们私底下 也叫这玩意儿 石头凳子 官员修好了木造 马上就去向国王报喜 国王决定带着自己的卫队 去检查一番 当国王一行 来到石头凳子前 立刻被建筑物的巨大震惊 因为他的高度 比当时所有的建筑都要高 国王对这位官员的工作 非常满意 立刻给予了奖赏 而这位国王死后 就把自己葬在了这个冰冷的石头盒子里 这个墓葬虽然还称不上金字塔 但已经有了金字塔的一点影子 比如说足够巨大 很快 国王的继任者也觉得修建一座豪华的墓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他一继位就要求官员给他修建最豪华的墓葬 于是第二座石头凳子式的墓葬再次拔地而起 直到一两百年后 新任国王突然开始觉得石头凳子那样的墓葬不够豪华 他要求官员修建更加豪华的墓葬 这个过分的要求可是难倒了在场的官员 国王见官员们一时半会儿拿不出办法 只好说 谁第一个知道最豪华的墓葬应该怎么修建 我就让他做成像 这时候其中一个官员眼睛亮了 立刻站出来说 我有办法了 这时候不仅是国王 所有的官员都看向了他 只见他兴奋地说 一个最豪华的模样不够豪华 那我们就把几个最豪华的叠加起来 不就可以更豪华了吗 国王的眼睛亮了 立即任命他做了成像 可是问题来了 究竟要叠加几层呢 不出所料 国王把这个问题抛给新任成像 新任成像看起来就是个脑瓜聪明的 毫不犹豫地就说 六层吧 这个数字最吉利 国王想不想 同意只修建六层 国王可不是觉得 六这个数字真的有多吉利 只是因为整个国家只有五万多的奴隶 修建六层已经是极限了 再高估计等到自己死也修不好 看样子这个国王也是个聪明的国王 因为很快就有两个愚蠢的国王来衬托这位国王的英明了 这位国王去世后就住进了这座真正意义上的金字塔 虽然他只有六层 但看起来已经很像金字塔了 接下来的继任者是个浩大喜功的家伙 他决定给自己修了一个七层的金字塔 然而世事怒人 没几年 这位国王就死了 直到他死 属于他的金字塔也还没完工 这位国王的继承者并没有吸取教训 同样想修一座七层的金字塔 结果谁也没想到 直到他死 金字塔依旧没能修建完成 接下来的继任者觉得 七肯定是个不祥的数字 于是他要求他的官员修建八层的金字塔 结果金字塔太高垮塌了 之后的国王们一个个都开了翘式的 都不追求更豪华了 最高也只修建了六层 直到几百年后 一位更厉害的国王出现 这位国王有多厉害 他是所有埃及国王里拥有的奴隶最多的 同样活得最久的国王 这位国王的一生修建了三座金字塔 第一座是那种梯形金字塔 就是那种把几块石头凳子叠起来的金字塔 可他修得太高了 所以这座金字塔的秘密只能是垮塌 第二座金字塔梯形就很平整了 可是问题看起来太丑了 国王索性大手一挥 换地方重新修 于是有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四面体式的金字塔 这位厉害的国王之后 他的继承者也是他的儿子 看起来就更厉害了 他发动了几十万努力替他修建金字塔 最后的结果也着实令人满意 他留下了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 也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 无夫金字塔 这座金字塔 两百三十万块巨石组成 高度超过四十层大楼 四十层大楼可能在现在不算什么 可要是三四千年前呢 要知道现代人把建筑物修到一百米高 也不过最近三百年的事 真是很难想象 三千多年前 人类就已经能建造上百米的建筑物 可以发现金字塔的修建 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 前前后后经历了好几百年 有了前几代努力的反复修建 才有了后来的七大世界奇迹之一 活夫金字塔